昨日 马链新大陆CCNC物格数字经济 2021年度工作会议在荣罩开 会议中签订了多项重点合作协议 部署了2021年马链数字经济体系发展的重点工作 办好门牌物格的发售工作 大会上 二维码扫一扫全球专利发明人 马链新大陆董事局主席徐卫先生 在谈及物格经济应用价值时表示 相关专利技术的应用 让每一个消费者既可以锁定消费 也可以参与投资增值 是分享经济的真正体现 在全面进入物联网时代的今天 基于物格的数字资产 不仅具有基于地理位置的稀缺性 更是叠加基于二维码扫一扫的内在价值 随后 参会人员共同见证了 物格玉空眼镜北斗PIT证书签约仪式 与数字资产签约仪式的举行 这标志着物格经济的发展 正从理论研究向场景应用迈进 而基于马链点 线 面 体 系的数字生态 也即将全面进入数字资产的交易时代 最后 备受众人瞩目的 中国消费者指数通证 CCC白皮书筹备小组 也宣告正式启动 我们通过扫一扫的话 实际上把中心化取出 变成分布式 每一个物格门牌都是一个揭露的领域 那这样对企业来讲 它很容易获得它的 无论是工有能量还是私密能量 所以马链数字经济生态体性化 它是天使对企业的一个数字化转型 是有巨大的好处 那么企业如果在这个转型当中获得了好处 实际上老百姓就自然受